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领域来说,使用最广泛的无疑就是子弹了,尤其是在早期战场,还没有现在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,枪支是当时使用最多的武器。 就是到了今天,枪支的地位也是无法动摇,这已经成为了战争和军事的代名词,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的子弹需求,就像某国即使没有战争,但纯士兵训练所需的子弹,就非常的庞大。 而且我国也是一个子弹生产大国,每年除了自己用,还会有大量的子弹出口到国外,另外还有一部分会储存起来,以为不时之需。 但是对于子弹的生产制造,中国并不是最早的。 相反,中国在子弹生产这一块,起步还是相对较难的,但是中国却是最早用钢造子弹的,我们都知道,子弹的最好材质是黄铜。 那为什么中国偏要用钢呢?其实背后真正的缘也很少有人知道,这件事还要从二战时期说起,在1949年的时候,中国才开始大量的生产子弹,而作为子弹最为合适的材料黄铜,中国的黄铜储量并不多,而当时子弹的需求量又十分的大,因此,一旦国内黄铜用光,材料只能依赖进口,那样也将大大提高。 子弹的成本,就在这个时候,中国就在试图寻找一种,可以代替黄铜的材料,选来选去,中国最终选中了钢。 但是大家都知道,钢的质的比黄铜要坚硬很多,这时候肯定有人会说,坚硬好呀,更有杀伤力。 但是这也意味着子弹的质,造难度将大大提升,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,那就是会毁坏枪塘。 由于钢太坚硬,没有黄铜那么柔软,因此在开枪的那一刻,很容易对枪塘造成磨损。 这样一来,不但子弹的坚硬度和速度将大大折扣,就连枪支的寿命也将大大降低。 因此当时中国的这一做法,被很多国家当作笑柄。 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,而是想到了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法,那就是子弹用钢振,但是最外面一层用黄铜,这样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 而且子弹的制造成本也大大降低,原来造一发子弹的成本,现在可以造十发。 不得不说中国人在军工用品研发方面,还是很有智慧的。 并且这种制造子弹的方法,也为很多国家所采用,包括目前中国出口的很多子弹,都是这种材质。 所以现在很多子弹你看上去是黄铜的,其实其主要材质都是钢。 所以在看此文章之前,你是不是也一直被蒙在鼓里呢?